拍賴息小姐做一個新節目 講一些兩性關係 賤女人 賤男人的故事 Hello 你好 我是賴息 賴息是獨女 我們是溝不對女兒的可憐蟲 我們的節目是老蛇 獨女 好 來到第二節 這一節是否貴的 又不算 一點貴一點不貴 就是貴一點不貴一點 不過這兩套真是你看完 我沒有看 首先比較興奮一點 我想大家最近在地鐵、巴士、廣告都看到 我近期看《乒乓情人夢》的廣告很多 不是 我這套比較厲害 是嗎 周家也看到海報 周家也看到生活激衣 什麼人看什麼 這套就是在日本 吹到神片地步的 我想吃掉你的儀狀 其實我看完戲名 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最初我都覺得怪怪的 為什麼要吃儀狀 為什麼就不要爆 宣傳都說到 這句我想吃掉你的儀狀 到最後你一定會哭 其實一說起這句 其實我只想起 之前一套是《愛的成人》四個 說到最後十分鐘 你一定大發人心 這麼有保證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哭得出呢 這個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句話的 極樂樂去謀 對 那一個背景 其實這套是用一個 比較純愛片的角度去宣傳 其實近幾年 好像日本的純愛片都少了 是不是呢 其實也是 除非可能是偶像片 什麼閃力的愛情 那些都做兩三年前 但你不會像以前 在世界中心呼喚我 或《一公式》 《一公式》 《一公式》 那時候這麼爆的氣勢 我感覺到這套戲 其實想做到這種感覺出來 我看他們的介紹 在日本真的很收得 收了接近35億日元 好厲害 應該都是今年日本片 暫時 我第一位是銀雲 我記得 這套不是第二 應該是第三 在日本氣勢這麼厲害 但是來到香港 可不可以像當年 在世界中心呼喚我 我真的做到熱潮 我覺得這套真的難 當年在世界中心呼喚我 我就不是香港 但是 當時很厲害 因為剛剛有做日劇 對 這套故事說什麼 其實都是玩過什麼 玩一些絕症的 就說男主角有些少少責男 不是責男 有些少不太懂得跟人溝通 是一個很… 自卑心寵 又不是自卑 不是很出聲 又是例外 女主角又是很活潑的人 女主角又是很例外 有絕症 這個比較特別是 因為整套戲沒有說過他們兩個有愛情 這套戲是很喜歡的 因為他點到即至 說一下女主角有絕症 他很想用一個比較積極的態度 去面對這個絕症 看見這個人傻傻傻 我直接撩一下他 難得過男主角被撩一下 就開始打開了心 就跟他一齊 叫做陪他走過去人生最後的階段 就跟他做了很多很開心的事 去到最後 就有一點遺憾 這個就停了 十二年之後 就說了男主角就打過了 就一直在… 是 就在那間學校做老師 一天就叫他清理一個圖書館 即他都是做一些比較悶的工作 就叫他清理一些圖書館的藏書 因為他以前跟女主角 就玩過一些小遊戲 就在圖書館埋藏了一些 類似尋寶的一些線索 說一下男主角 去到十二年之後 就發現女主角原來留了一封信給他 那封信就叫做解開他以前那種遺憾 那封信是什麼呢 那就不說了 這麼像情書 為什麼 對 有少少像 我講完大家都說 但是情書是高張十幾倍 我想說這套 這套東西你吹到… 我覺得可能吹得太行 如果沒有吹到那麼行 可能國觀感會OK 但其實吹得太行 我會覺得是去到後面有時候會失望 如果我讚的方面 其實套戲都OK 因為你看了接近兩個小時長 但你看完後 都不會覺得有悶長 這個OK的 還有很展形青春片 日本人真的很聰明 拍這些畫面又很維美 都長不長的長 接近兩個小時 畫面都很維美 配樂、接手都很舒服 還有你始終拍一些所謂的校園回憶 都是日本人的保證 保證 真的沒有失手 還有正如我剛才所說 女主角 不是一味要像以前那些絕症的神愛片 要你哭 這套 他也有很多位是想 要用一個比較積極的態度去面對人生 還有少許笑位都不錯 這方面我反而覺得 好像近來有一套 受夠了我要炒老闆的 那個想法也是類似 叫你每一天都 即活在當下 這種態度也不錯 不是一直要你哭 但是他宣傳想你哭 到最後還是想做一些這樣的效果 就是主線這句 我想吊掉你的兒狀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當然不會爆 我看你哭不哭得出 但是如果這句話要你哭的話 可能一直隱藏背後的意思 到最後那一刻才爆出來 我覺得一定哭得出 但是衰就衰在鋪排上這套 其實很開頭 他已經說了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而且這句話 我想這套出現了很多次 你已經不斷在洗腦 這句話很感人很感人 如果你自己要催眠 自己要哭得出 那你可能哭得出 但如果你本能上說要感動 我覺得是失色的 也不是over 因為你已經知道 那句話是幹嘛 而且他不斷在這樣說 還有 正如我剛剛所說 男主角之間 其實沒有… 男女主角也沒有說有愛情 其實這件事還可以 這件事還可以 但是 你說我想壞事也好 什麼也好 因為他們兩個的關係實在太密 接近有一點去到開房的地步 女主角脫了衣服洗澡 基本上適有 就是我不可以這樣 你是否代入了 我覺得你做到這樣 是純外德有少少誇張了 他們兩個不斷又叫他同床 我不會做這些 我會覺得是這件事 可能我想壞事 但這是over 我投入不了 因為本身已經沒有說 男女主角為何會 關係這麼密集 以及為何女主角 選擇他 因為他傻傻傻傻 男主角為何又要對他這麼好 其實沒有什麼交代 去到中間還要純過精口水 純完之後 突然就脫衣服 不 他說女主角衝 因為女主角說 生前其中一個願望 想跟一個男生去過夜的旅行 但是女主角擺明 有少少挑逗他 我完全不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搞錯了 你不是很投入 那麼理性 是有少少投入不了 所以整件事 整件事我不可以說他這套是不好看 因為你又真的拍到那種感覺出來 但是那個故事是有少少偷離 你不會說以前在世界中心風 我們真的投入男女主角的角色 我真的哭了 電視電影都哭了 為何要愛到要生要死 你投入到 但這一套你投入不了 兩個我選中你 我又選中你 大家不要去做陪伴 我到處玩 看了整套 看了整套 感覺很開心 但是到最後 我又不會說 去到真的哭了 這樣的地步 還有到最後 其實有少少出人意表 就是 最後的主線 其實實際發生的事情 不可以跟絕症有直接關係 他突然想扭到 扭一扭 然後變成 原來我到最後 原來不是說絕症 原來不是說絕症 那就是一聲 對 那個發生了什麼事 我不可以說 但你看到那一刻 這樣也可以 我寫完 我自己在那個項目也有寫 大家有幾個讀者 都有討論 他想玩出人意表 但玩到這樣 好像兇了少少 那一刻 但據問 原著也是這樣 但是 如果你從一個電影表達出來 我會覺得奇怪了少少 因為你真的想哭 我會覺得 這樣也可以 吞下去 對 所以這套 看看香港 女主角 女主角的樣子 但演技又不行 那也合理 對 好像是新人 什麼 渡邊 渡邊美波 渡邊美波 對 她的樣子絕對OK 但她的演技比較 又亂了少少 對 我想這些所謂純愛的日本電影 以前就會覺得多 現在真的少了 我想現在太多改編故事 這套也是改編的 都是改編這套 她說原著銷量250萬本 我不知道 250萬 沒這麼說 這套叫做日本大修 香港都宣傳得挺厲害的 看看能否做得到 另外一套呢 另外一套 這套其實我想談 不過有什麼事 這套不錯 這套是比較少中的 叫當他們認真偏即是 如果觀眾沒有細心留意 我想這套隨時 隨時不知道做 隨時不知道做 他應該也有很多粉絲 應該也有很多 應該也有很多 這套說他扮 扮 女 怎麼說呢 這個要小心點說 這個叫跨性別人士 都可以扮女人 都算是一個演技大挑戰 還有導演 如果看一些比較 都不是主流性 有看一套叫做 《漢安食堂》 這套電影 叫《地上截止》 這個導演 都算是日本比較少 有的女性導演 他這次又改了風格 拍一套叫做 《關於同志議題》 這個電影 很難說是否同志 因為他真的想做一個 女性的身份 他真的不是一個男人 都做了變性手術 濃胸手術 但在講一切之前 真的要讚 《山田斗晉》做得超好 最初他一出來 觀眾我想都有些少少 可能會不會當看人妖 觀眾笑了 因為他講話又 音聲細戲 做些手勢又很麻煩 最初觀眾會笑 但笑著笑著就變成紙巾 因為他真的做一個 我想可以叫做媽媽 一個角色 做得超好 你看看完全感覺到 他變成一個女人 他不是故意要令你搞笑 甚至可能醜化這一類型的人 他真的投入了這個角色 這是真的要值得讚的 故事講什麼 很簡單 講小門會的女主角 他媽媽以前 一直都是很顧家的人 有一次離家出走了 沒有人照顧他 他就找他的叔叔 但他的叔叔就說 我家裡 我和一個人同居 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最初他都很害怕 進去看見這個好像不男不女 漸漸慢慢和他相處之後 就發覺原來他都變成一個 好像他媽媽的角色 一直很照顧他 也找他很多做人的道理 漸漸接納了他 到後來可能有一點老套 你也猜到他媽媽出來和他爭奪 但是他鋪這個故事鋪排得很厲害 因為他不止小門妹和爸爸和媽媽之間的角色 那種關係 他同時都做了幾代人的角色 譬如他媽媽和他叔叔 加上他媽媽的媽媽 變成已經是兩代人 然後他和他妹妹之間三代人同臺 之間的縱關係其實寫得不錯 可能他媽媽叫我離家出 就拋棄了自己的女兒的時候 其實他對自己的媽媽 都是一種比較愧疚的心情 主線可能是和一個跨性別人士的關係 但其實他有很多腹線 寫不同人之間人與人的關係 都寫得挺厲害 挺感人 因為我看回《海報》的時候 其實都覺得很簡單 很簡單 其實說得明知道 告訴你一家三口 其實說的故事真的很簡單 是的 他怎樣可以去拍出 那幾個主角的心理狀態 我想應該會難很多 是的 因為他的故事實在太簡單了 如果你不拿了那麽多角色去衝撐的時間 他真的差不多了 但是他用了那麽多不同的角色 去慢慢滲那個感情出來 其實你又不會覺得他多餘 還有我幾喜歡他 這個人是真的感人的 但是他感人得來 那個感情很克制 他不會刻意要去撇離 刻意善情的 還有去到最後結局那些位 當然都是一個 叫做 有一點點善情 可能去到結局 但是去到最後的鏡頭 他又會引起你笑 變成整個故事 你每次都哭得瘋 但是那種很溫暖的感覺 慢慢從心裡滲出來 這一種我覺得 近來我看了幾部日本片 這部我暫時是最喜歡的 那有沒有《森林特珍》的粉絲 在那邊看 我看那天也不知道 我怕會喊 那又不會 其實看的時候 你漸漸投入一個角色 他一直都是賣偶像派形 你看一下 你完全都不覺得他是一個男人 他簡直是把整個女人的形象 化身了 化身了 你看著他和妹妹之間的關係 你不會覺得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生 他真的跟媽媽怎樣去照顧女兒 他做很多事情是媽媽才會做 爸爸不會做這些 還有說一點 他這套都說了很多 叫做策略 是說一些跨性別人士的一些尷尬 他說這位主角的時候 他不只是說 我現在怎樣慘 有些回憶片段說 他從小時候 怎麼開始發覺自己 他說是 是上帝生錯了一個身體給他 他自己小時候 其實已經很想做一個女人 但是 無奈他發覺自己的發育 胸不會大 還有他下身也多了些東西 那就 說回他自己的心路歷程 慢慢怎樣去變成一個真女人 還有怎樣認識到 他怎樣認識到 男主角的那個 蟹后的那個關係 他都拍得很漂亮 變了整個故事 不單止說一段親情 他都說了很多 一些跨性別人士的尷尬 還有他也有一些sidtrack 都是說的 譬如小妹妹那個男同學 初初你看以為 會不會對妹妹仔有些好感 誰知道 那個男同學是同性戀 因為他媽媽就很反對 妹妹仔和那個感覺 他跟那些怪物經常在一起 但是他沒有想過 原來自己的兒子 自己內心都會有一些性別的矛盾 很多角色 其實他不會說 每一個角色寫得很詳細 但是他慢慢慢慢滲出來 都會給你一種挺好的感覺 因為你這樣說 其實我們想回 因為你剛才這樣說 我才想回到 我曾經都看過一套 都叫做 講關於 其實也不是叫同志電影 那套其實都講十幾年前 那套法國電影叫 玫瑰少年夢 我沒有看過 那這套其實都是說 一個小朋友 剛才所說 那個男主角小時候 都已經開始覺得 會不會自己 因為生錯了一個身體 自己明明是一個女兒身 男兒身 其實那套他又是講一些 關於小朋友 剛剛開始 去接觸性別 剛剛接觸性別的時候 其實自己是屬於男性 還是女性 他自己就常常都喜歡 去穿一些女性的服裝 這套也是 是的 那時候我越覺得 其實兩套戲都挺像 但是當然那套戲說的 就比較 就是蝙蝠限於小朋友的角度 因為小朋友可能有機會 心智未成熟的情況之後 他一直都會徘徊在 可能自己是屬於一個女性的狀態 他不會想到將來成長之後 其實他會變成一個男子 即是真的做回自己的男性 還是真的會 做男人做女 是的 只是做女的角色 我覺得這套戲有一點像 你這樣說 其實有幾相近 其實他是用一個 這種 跨性別人士的一個故事 我想他包裝一個親情的主題 還有 我想說 他這套戲用了很多幕 是一個場的一鏡直 可能講幾個主角 叫吵架 講一下男主角 男主角 怎樣 和 妹妹之間 聊天 其實我覺得 對一個小孩子演員 其實幾巧功夫 因為他一鏡直 四五分鐘直 但我感覺到 他們之間有一點爆肚 你會感覺到 他們的感情 可能兩個演員之間 已經建立了一些感情 他完全自然 整套戲 長鏡頭演得 很流暢 我一邊看 鏡頭還沒轉 不停說 但他沒有轉 但你又不會覺得悶 畫畫面 看得很汪 我很喜歡 他用到長鏡 抽分時間看 這套 這套 這套發行 這次不是紫全方做 好像BC仔做 因為同志經戰 所以 好像三間戲劇 不是做IFC嗎 不是 The One The One Grand 和電影中心 終於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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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始終你同志經戰做過 那些客員都會在那間 口碑也很好 同志經戰 那兩間戲劇比較多 他也想多些觀眾去看電影 現在的兩套是日本片 待會 看看有多少 下一節再說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 一條頭髮找不到 年輕 今年30歲 用了洗頭水 加精華素 用了一個半月 看到我們現在的廣告 圓形頭殼 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都用回 全部都出回 可能遲些 等毛囊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